大家好,我是笑影艺术协会黄炳耀 今天承诺逐波,我将一些很精彩的演奏作品给大家分享 首先一辑是比较很特别的 第一章你觉得这个很难有机会在香港拍到这么漂亮的作品 这个海帮演过去尖东海帮 这个红团每天是洗一次对游客跟上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间都会出来,你才会拍到 刚刚那天天气有些灰灰霧,凌凌形成了 这些都是考试作品必备的条件 接着这张红河的非常轻轻的手法 所以你们记得如果你们考考试 评估就要看你们那个艺术作品的成就 艺术的手法是不能够张张同一题材 而差不多类型 这些就是说你不够想 这个A是有十二章不同的 而十二章不同的类型之中 也要你看你的艺术手法 有一个红河的轻轻型之后 背景是否很动呢 在这打拳 梁国强 现在这份都是给你欣赏的 梁国强的作品 这一堆都是 拍打拳拍得这么精彩 这个已经是拿奖了 每一分钟 他交沙龙都拿了十二章 他都会用这些这么精彩的作品去教 都说少林子出身就是什么呢 打木人行嘛 我们学会的粤赛就是一个木人行 你从粤赛 越早打到甲祖 跟着打沙龙 如果你的成绩好 打上去 你一定是有你的心得 不打粤赛的人 影友 进步一定会慢 打粤赛 每个月 逼你拿三张照片 你虽然是辛苦点 但是你会劲力点去拍照 和分析到哪些作品 和判比分的时间 会比较高点 哪些作品 原来是没有分的 你也是要打木人行的时间 你就很清楚了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为何他会成就到后期做世界十月呢 所以看到每一张照片 是有他的艺术价值的 拿出来都一定要 像这张照片 刚刚捉了一条鱼 在嘴里 水花是很漂亮 这个水花就帮助了 还有你这张照片 你见到 翼要开 翼收了 照片就不漂亮了 是否要开翼 然后你看看 又是一张很漂亮的作品 这张可以说是机会照片 適合节奏 適合时间 又有风 太阳 射进去的网 是金黄色 但是水是很蓝 这个河边 所以 又全靠那些风 把那些风 那些帆布 飞得很漂亮 有大景有小品 这张小品作品 你看看 蒙蒙龙之中 有清爽的地方 用波波脚拍摄 当然 是不是哪有那么突出 那马以为道是很重的 火龙 大家看到很多好的作品 这张是很特别的 因为 由一个左下角 你会拍到一个撑着龙头 这角度 你会觉得很少见 龙头 人 乘走 三角形 在画面里是逼迫的 又一张 这张长龙的特异佳作 你看这些猴子 平时 这些猴子 我们中国不见 很多地方都不见 这些非洲才会有 因为他的鼻子 因为他的鼻子 鼻子很漂亮 很突出 表情 你看看 眼神是有表情的 有表情 赢就赢就赢就 表情有表情 背景也录得很漂亮 这张例牌照 你去到这个位置 要天慈地人磨 你才拍得很漂亮 要选对时间 阳光 斜斜地执角射到耶稣光 丢起烟尼 就有很多漂亮的照片 南昌露鸟 五月开始去到八月 很多时候 你想拍一个南昌露鸟一辑 你要很努力 五月拍下 六月拍下 七月拍下 八月大了 拍到小鸟飞 那你就完成任务 整个过程 因为初初步弹 五月才飞过来 所以六月底 七月底 那时候就最好拍 拍火龙 不仅是拍火龙 拍鱼灯 都一样很有气氛 小小鱼灯 鱼灯出先 噴到炮雀的火花很漂亮 你只要追着两个人来拍就已经可以了 火龙就大堆头了 这个灑粉 也是我们安排 四星亿四星亿安排的六场 之中其中一场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真的很特色 帝铝花 这个好似自带 什么装脑 但是灑粉灑得很漂亮 不同色粉 色的灑粉 色的灑粉 所以气氛很好 一般是希望终于站上去 头一头 要看其他东西 そうですね 拿起了黑 города Husky 例如祝对 这些小朋友车载 你见到技巧优劣 中间的精彩衣服 旁边的模糊的 轻镜手法 主体衣服 这张照片就漂亮 又是一张青马的夜色 这个位置能够找到这么漂亮的红蟹 不是时时有 这个你碰到 照片就很漂亮 接着给王尔硕一些作品你看 王尔硕了我们的Apple之外 他还有很多精彩作品 免电团 不用说了 免电团硕是很精彩的作品 这位小和尚在这里 戏气 点灯读书 在缅田我们拍的照片是很生动的 不是经常铺这些 就是这些 好像有突发性 现在这个就是突发性了 突然间见到一个卖西瓜 顶着头 挺有趣的 带他进来 让西瓜给小王尔吃 童真无忌 小和尚天真懒患 我们有准备带了一些波给到地 一有波玩 个个生肚了 大一点的和尚就挺乖的 不够要光 谁知触光 用来照明 很有立体 有一张 两个比较大一点的 把他的袈裟铺到头顶 剩下头 我觉得是比较特别 接着两个在里点触 也很有气氛 和尚也是人 小和尚也是小朋友 玩起上来 天真懒患 由一个战政 持无解体 免然除了小和尚拍这些婆婆 这个金牌婆婆正式是 很多个影响拿了金牌婆婆的着品 很特别 光线也漂亮 側光也好 黄云瑞 另一张很特别的作品 也在影楼上创作出来 一个真人 游到面全是白色的 配上三个白色的衣架 你会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这些都是越思想想出来的题材 因为 当年在印度 你追击不用铺 两个人在谈计 打数 所以不是把一张铺上的 这张当然有铺 铺来说要铺得自然 近期我们也有组团去拍封铺 封铺的战性是什么呢 封铺很大 那他吃蜜糖 摇了些蜜蜂出来 这个就是很精彩的蜂蜴作品 黄云瑞真的有很多团 你都可以看到的 新会团拍到那么漂亮的 但是连光都挺辛苦的 十二点才开光 拍到两点 现在给你看看 孟加拉作品亦是黄仁朔 一个垃圾山充满了乌鸦 狼狗在那里找食物 太骚髒了 但是工人都要开工 在垃圾山那里 希望找到一些旅观 可以卖的东西 拿去卖 虽然在行过前都可以生活 在那附近住的小朋友 都挺惨的 这一张就是表现了贫民的生活 另一张好像石膏像的造像 这个模组挺辛苦 将它油到白色 戴了头肚 自然生态作品 在缅甸 不是一定要小学 拍小学照片 要灵活 去到哪里有东西拍 你就停车立刻去拍 当天看到很好的烧垃圾 我们就停了车在路边 接着拍几张美丽 那些工人原则不是在那里做事 我们就沟通一下 他们就很合作 缅甸婆婆吃烟豆 原来是这样吃的 那些山区老人家 我们除了拍照之后 就是要吸收到他们当地的文化 跟随着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 小和尔想读书 那些字院真是很懂得用光彩光 那些墙子是造成一个个窗口 带着入眉 那些照片就会很漂亮 在另一个角度 不要在耶稣光的角度 有深度 但是你看到那些建筑物的深度 他一直进入里面 指引你看到两个和尚他们的默默的读书 这张是这几年的新照片 比较困难 当时我们拍的时间 也很少有拍到的 因为要晚上七八点去拍 点亮灯很花时间 点亮灯 然后我们三和尚 在前面为一个圈 这些都是设计 这些设计 整天应该在脑海里 做到不同的题材 你就会变 对吧 你真的不用说了 拿了很多钱 台湾佬 对吧 我都说我们很生动 做团女很生动 见到一个匹首的 就是开个单车 你卖花 刚才吃餐果 这个就卖花 一样是同一类型 主要这个样子是什么 光影 很特别 是吧 就是 但是你用了他的长影做了这张照片 来恩湖日落 这两个杀网真是高手 我们每一次都找回他 一个吴丙潮的日落 真是很漂亮 又是缅缅的作品 两个婶婶在这里喂奶 互相交谈经验 这些就是生活的写照 我们去拍摄就是要拍生活性的作品 因为你一输F你要描述得很好 他的民生民族 又是最精彩的这张赶羊回家下午的时间 现在都没得拍了 因为那个杂倒了之后 不准上了 一列了 冬雨症 我们看一下邓来正其他的作品 接着你看邓来正最出名的作品 他也是冬雨症 因为他很有天时地利人 澳门你去拍摄这些 可以拿着脚架后坐坐一个座位拍摄 香港就没有可能 邓来正也跟过缅甸 纽日如飞吴炳桥的作品 这些是自己发作出来的作品 刚刚有人建筑建楼 就拍了这张战影的作品 所以正门不是抄袖的问题 去到很多地方 去到马来西亚撒粉 这张很精彩是否又拿奖 回到黑布警报 然后前面的人在撒粉 第二张小元洲 邓来正先生第一个团队跟我拍小元洲去越南 不负众望他的越南照片也很精彩 也都是越南一个清神 靠人物的展影和前面铁仔的展影 做出很漂亮的效果 老茶馆两个老人家 终于出现了一张很有写实的老茶馆作品 冲水的时间 煙露离慢 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一张越南的作品 那些我们特意用船子造成一个莲花型 八只或者九只 排好构图 这样就会拍得漂亮一点 现在都在排阶的时间 但就充满了这个写实的风光 大来正的作品很不简单 章章也有浓味 一剎那篮球比赛 下面加了一些的灵灵烟漿 风格很漂亮 印度去摔佛 你说它到了多少地方 一个神戏有好然后的宫蝙 以前在水中的 темперworks 我们刚好就有人在那里喂白鸽 我们就请了他这个婆婆 给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合十舞拜 又是一些舞台剧的作品 澳门政府的文化表演 这个给我们的摄影师来说是十分开心的 马来西亚白鸽海鸟 追逐的时间明显你看到 水花很漂亮两只海鸟都很漂亮 一只捉到鱼第二天后来追上来了 接着这张很精彩的小朋友手粉 你见不见? 个个笑容都是很好的 所以这张照片是多了很多大的大象 包括沙龙那部 我们要控制小朋友的表情是很重要的 接着又是一张比较轻松的马来西亚作品 三个小女孩下雨遮着面 很开心玩雨 看到雨水他特别开心 另一张打拳的作品 当然没有刚才那个标普得这么精彩 但是也是一张很好的作品 原来脚枉头的水花 如果多一点更加好 有一张白鸽海鸟黑白的 追逐之中 你看这些都是金牌的作品 这么精彩 好了 这里三辑的考试作品 和个人的精彩作品 给大家分享了 多谢各位